少年竟然用脚趾和螳螂打拳击 可随着少年出拳的速度加快 眼前的螳螂居然长大了两百倍 此时任牙带着小学生来到自己家的地下室 轰荡荡的地下室里仅摆放着一张桌子 为了能够打败自己的父亲犯马永次郎 任牙很快便开始了假想练习 可突然任牙震惊了 下一秒他就被什么东西击退到墙子 就在小学生一脸懵逼的时候 任牙表示比史前巨像还强大的对手一旦 就在不远处的桌子上 小学生没想到任牙所说的对手 居然是一只小小的螳螂 看着小学生一脸的惊讶 任牙便开始了讲解 严格来说昆虫的格斗技巧是猛兽无法拟命 两者的力量更是不在一个档子 体型巨大的老虎和狮子 最多也只能拖动自身体重三到四倍的力量 而小小的昆虫却可以轻松拖动自身体重七到八倍的力量 跳十公尺高对于羚羊来说是很简单的事情 但是跟跳蚤和骂子相对 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如果跳蚤的体型和人类一样大 那它们轻轻松松就能跳过石层楼高的健康 当我们把体型渺小的昆虫抓在手 却能明显地感受到它们强大的力量 如果人类的体重和昆虫相同 我们根本不是它们的对手